陆台长你好 我想问我自己的身上是否有灵性 几几年属什么呢 我是1974年属府的 哎呦 哎呦 你倒是你妈妈钓过孩子啊 你妈妈的孩子在你身上 听得懂吗 你经常怕 怕很多见人的地方 天天怕这个怕那个 怕将来会做错很多事情 怕我做工作做不好 我说对不对了 话筒拿起来啊 还有把你的头发 不要额头遮住 额头是天庭 天庭要饱满 一个有运气的人 永远额头是光亮的 所以额头前面有头发 这个人遮住了 就是没有福气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们前面 不要把头发全部遮起来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脾气太坏 好好改毛病 婚姻不满意 听得懂吗 我刚刚看你命坑当中 应该有两次婚姻的 明白了吗 记住了 好好地修啊 我告诉你 你就算自己 有婚姻的话 你也要好自为之 要念姐姐奏 每天要帮她念 明白了吗 而且我看你过去 是有过一个的 后来吹掉了 对 不是我自愿的 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是掉了 但是不是我的主意 不是你的 不是你做错 是她不好 对 对不对啊 嗯 修得真好 肯定是别人不好 我们学佛人 对不对啊 就要讲人家不好 说自己好 我也没有说我好 是说 你看修得多好啊 看见吗 一看就没修的 现在知道了吗 修心和不修心人 不一样在哪里啊 永远不说别人的非 不说别人的事 自己心中就没有是非 好了 鼓掌 颅台长 你们不鼓掌 我以为你们睡着了呢 我到新加坡来很开心 很开心 上次来了也很开心 讲吧 台长我想问问你 我过去 我有一个哥哥已经去世了 为什么他这么早离开我们呢 他这么早离开你 对 很简单 每个人都有命 命运 命运 你现在都不知道 什么叫命 什么叫运 明白了吗 我问你 就像为什么每个人伸出的脸都不一样 你问我 为什么一个家庭会生出来这么不一样命运的人呢 我叫你把手指伸出来 十个手指会有长短吗 听得懂了吗 我对你这些人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回答你 如果用佛学的方法告诉你 就是说不同的因造成了不同的果 今天你做多少好事 你会得到多少的善报 你做多少恶事会得到多少恶报 你说你哥哥这辈子从来没做过坏事 为什么命这么短 你看到他前世做坏事了吗 明白了吗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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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